今天太晚了 改天吧 改天 那怎么行啊 容飞觉得朕的身子有问题就不好了 还是解释清楚的好 不担心 不担心 不行 臭情侣 你说什么就对我一个人心中 男人都是渣男的 不对 我顺点没错 他们cp床了 我该高兴才对 对 要高兴 不过皇上 您虽为天子 为大印操劳固然没错 但不管是为大印百姓 还是您自己 您都应该多注意身体 苏姑娘教训的是 日后 若朕有需要 请苏姑娘来看 不必日后 就现在有什么问题 您大可以告诉我 何出此言呢 这男子隐急 房内之事 也并非罕见 只要您放凭心态 积极配合治疗 假以时日 一定可以痊愈的 是谁告诉的你 朕有隐吉 容飞娘娘亲口所言 好 浅雪今天真的是很开心呢 准备了这么多计划 都还没用上呢 算了 只要他俩能够在一起就行 只要秦玉能喜欢上苏浅雪 我就能重新回冷宫了 你怎么来了 朕竟然有了隐吉 身为妃子也应该关心一耳 你说对吗 你听我说 是误会 误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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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既然有误会 那朕 应该亲自为容飞解释清楚 今天太晚了 改天吧 改天 那怎么行啊 容飞觉得朕的身子有问题就不好了 还是解释清楚的好 不担心 不担心 不行 一点都不担心 不担心 容飞觉得朕的身子没问题了 没问题 绝对没问题 那下次再解释 嗯 下次下次 看在你还有客人的份上 朕就饶了你 不过如果还有下次 朕就真的不客气了 我保证 下次再也不干了 不干了 啊 是我太爱你太过在护你 想要与你随时随地联系 感情这个东西如此神奇 你的电话响起我就在意 是我太珍惜担心失去你 我对你小心翼翼撕心塌地 看到你和别的美女在一起 苏姑娘 见过皇上 苏姑娘 这是要去往何处啊 师父喝了那宫廷玉叶酒醉得厉寒 我熬了碗醒酒汤给她送过去 有苏姑娘这样贴心孝顺的徒弟 还真是薛老先生的福气 朕先告辞 皇上 皇上 您怎么了 朕没事 朕只是 头晕了一下 那要不坐那边 我帮您看看 好 完了完了 这心跳怎么这么快 您好疼 肯定是这屋里太热 对你小心翼翼撕心塌地 看到你和别的美女在一起 这次为冲天对你傻傻脾气 1 2 3 GO 痴妒是因为我太爱你 嫉妒是因为太在意 不是你的爱 他没了眼去 对我就像我对你一样占定 你听潮汐的声音 在说我愿意 落儿侧耳倾听 你耳语 太多的秘密 讲给你 太过甜蜜 你把点星河 为你闪烁 我手中的光 为你重新温热 你手中的光 你手中的光 为你重新温热